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 管局说有需要时 会将李源门度假村的确诊病人 转送到东区医院专科门诊大楼 有医护人员担心 看门诊的病人有感染风险 杜明慧报道 天文台预计周末有热带气旋接近本港 医管局上周五启用李源门度假村 被病征轻微的确诊者入住 现在大约有150人 但如果真的打风 这些临时起的检疫中心 顶不顶得住 医管局说道假村的建筑结构 一般可以抵御强风和恶劣天气 但如果有需要 会由救护车将病人转送到附近的东区医院 专科门诊大楼 在特定楼层的后诊大堂三代 医管局又说在恶劣天气之下 门诊服务都会停 大楼每一层有独立的冷气系统和洗手间 最多可以容纳大约250个病人 天气情况许可 就会送他们去社区隔离设施 有东区医院隔离病房医护担心 医护人员和之后来看门诊的病人 都会有感染风险 医管局就说远方会跟既定指引 做风险评估和分隔 当病人撤离尊科门诊大楼之后 会切底清洁和消毒 才会恢复门诊服务 有声音乐视记者洞明外不道 一手掌握有信心